康熙年间一个名叫杨士雷的家族 成为皇家运用的建筑设计世家 两百多年来他们赋予了故宫、颐和园、天坛等众多皇家建筑传奇的色彩 请收看即将播出的科教频道暑期特别节目 故宫第二集 盛世的屋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 改朝换代正在进行 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 在浩浩荡荡地随从队伍陪同下 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 从圣经老家向北京进放 男孩并叫福灵 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 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 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 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 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 有37.95米高 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 正北叫紫 正南叫武 所以 位于紫禁城中轴县南端的这座城门 叫做武门 深红色的宫墙 和金黄色的琉璃瓦 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 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 完全区分开来 紫禁城的建筑 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 和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 称为前朝 后半部分 使皇帝处理日常政务 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 称为内体 传说中 玉皇大帝的紫禁宫 一共是一万间 而人间的紫禁城 一直流传着 宫殿有9999间半的说法 事实上 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 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 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 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8704间 据青石录记载 六岁的顺治皇帝 是在皇集门 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 等的集 顺治二年 中州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 重新命名 这是改朝换代 在建筑上最直接的极限 皇集殿 改名为太和殿 中集殿 改名为中和殿 建集殿 改名为宝和殿 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 一个和子 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 军民和谐的未来 最迫切的期盼 从此 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 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 就在二十四岁时 离开了人世 这一年 是公元一六六一年 十八年之后 一个寒冷的冬夜 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 突然燃起了火光 大火一路蔓延 两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 几天后 引起这次火灾的六名太监 被处以较刑 此后 太和殿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 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 年轻的康熙皇帝 在残缺的紫禁城中 忙于指挥各地征战 稳定统治 十六年间 他相继平定了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 收复了台湾 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 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 唯一一个平等条约 中俄拟不除条约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 天下太平 此时的康熙皇帝 终于可以腾住手来 重建太和殿了 但是 这次修复 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太和殿上一次重建 是在明朝天启年间 此时已经过去六十九年 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 当时 爱读书的康熙皇帝 亲自查遍书记 结果 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 令这件事情 有了重大传记 当时 以年于古稀的梁九 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公部 已经在公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据梁九传记载 当时 梁九按照十比一的比例 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 就靠对这座模型组建的放大制作 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 令人称奇的是 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 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 分毫不差 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 康熙三十四年 这次重建太和殿的 所有材料以及尺寸 被详细记载在 《太和殿记事》这本书当中 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 唯一一份详细记录 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 太和殿大修 这本书仍然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 太和殿落成 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 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 更昭示着 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太和殿 坐落在八米多高的 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 是紫禁城的核心 也是紫禁城 整体建筑乐章的 高潮部分 他的一切设计 他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 就是把至高无上的黄泉 烘托到极致 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 从庭院到正极 高三十六点五七米 相当于十二层楼房的高度 太和殿 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 面积达两千三百八十一平方米 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他的长宽比例正好是九比五 代表着九五之尊 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 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 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 紫禁城的建筑 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 九为最大 体现至尊的含义 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丁 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 然而 对于太和殿来说 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他的尊贵 因此 在他的屋顶上出现了十个走兽 多出来的这一个叫杭石 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 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杂殿里 布置却相当简单 在基台的鸿托下 皇帝的宝座是唯一的主角 目光所及之处 黄泉的尾眼辐射到每一个角落 太和殿一共有七十二根大柱子 围绕着宝座的六根被贴上黄金 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 这是黄泉的象征 从这六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 遭境上有一条盘龙 盘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宣元镜 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 改变了他原有的九开间形制 变成了十一开间 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和前朝相对 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庭 他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 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 和皇子们生活的前东西五所 至此 紫禁城建筑的岳章 从阳刚的高潮岳段 进入阴柔的漫版 前清宫与昆宫宫和焦太殿合成为后三宫 前清宫与昆宫宫和焦太殿合成为后三宫 前清宫和焦太殿合成为皇帝 只身其中 人的感觉会松弛许多 明代时 前清宫有后暖阁九间 分上下两层 类似今天的富士建筑 上下共布置了二十七张床 皇帝可以任意选择 清朝时 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在明代 昆宁宫是皇后的秦宫 到了清朝 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 有了很大改变 成为中轴县上 最具有满足特色的宫殿 它室内贯通 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 西大炕供昭计神位 北炕供西计神位 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 这种布局来源于满足民间 口袋访万子康的居住习俗 从昆宁宫东暖阁悬挂的 这则昆宁宫名上可以看出 昆宫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 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 除了皇后 在后宫中 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 他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 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 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 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 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 子孙繁盛 从而使王朝兴旺 江山永固 公元1856年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 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 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48年的慈禧太后 楚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 已经是在她五十大寿时 花费六十三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 兰花 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乡 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 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 寓意为一男一寿 所以 楚秀宫的阁煞 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 也许是巧合 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蓝贵人 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志皇帝 母已子贵 随着地位逐渐显赫 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 在楚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 这也是东西六宫中唯一的例子 内庭中的养心殿 在雍正皇帝之前 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雍正皇帝继位之后 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 他表示 父亲康熙皇帝 在乾清宫居住了六十多年 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 决定移居月花门外的养心殿 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 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 使紫禁城内庭的格局出现了变化 从此 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 养心殿 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 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 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 在紫禁城中 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 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 雍正元年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 活祭党目桌记载 10月初一日 有预指 养心殿后寝宫 川塘北边东西窗 安玻璃两块 当时 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 全部依靠海外进口 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 他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 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 皇帝在这里休息 若要处理政务时 只要穿过这条永道 不到一分钟 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 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从雍正皇帝开始 到清王朝灭亡 清朝有八个皇帝 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 和处理政务的地方 在这里 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 一座小小的宫殿 一座小小的宫殿 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 在等级森严 庄严肃木的紫禁城中 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 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 这就是宁寿公花园 人们俗称乾隆花园 它是生性潇洒 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 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 狭隘西长 屈尽通幽 四个院落相连 风景各不相同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 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 尽收远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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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乾隆花园的修建 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自康熙朝以来 经过七十多年的治理 到乾隆时期 中国农业经济 综合国力达到了巅峰 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 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 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 第一个就是对乾隙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 乾隙二所是乾隆皇帝做皇子时候的居所 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 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处制度说起 雍正皇帝之前 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 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筑的方式 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 一份藏在乾隙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 另一份由他随身携带 皇帝在世时密而不宣 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 才能对外宣布盈利新军 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筑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 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 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前期二所地位升格 有所改为宫 不再让其他人居住 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 重新整修后 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 分别叫做崇敬殿、崇华宫和翠云馆 习惯上统称崇华宫 崇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庭玉的提议 崇华是指远古时期盛名君主顺 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 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前期二所改造完成以后 周围的几座公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 成为崇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 东边的前期一所改为树方宅 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 取名封雅存 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 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 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 继位之后的乾隆皇帝 虽然已经移居延殿 但他一直把舒适的崇华宫 当作与家人密城欢聚的唱作 新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 还在崇华宫的西南部 修建了资金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 羽花阁 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 到清代发展到顶峰 羽花阁的修建 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 更重要的作用是 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 蒙藏各部 加强民族融合 以巩固国家的统一 资金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工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 为了不超过再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皇帝 他将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 将皇位善让给儿子 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 意味着资金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 宁寿工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 作为太上皇帝 作为太上皇的宫殿 宁寿工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 他也分为乾隆和内庭 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 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 宁寿工的道价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两百银 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师 就用了黄金三百三十四两 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 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 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桥匠 这其中有一个雷性建筑设计事件 这是他们绘制的 长达五米多的紫禁城中州县 大清门到昆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 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 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数据精确到了寸 从康熙年间开始 这个家族前后延续二百多年 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 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 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就有古宫 颐和园 天坛等等 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 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 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 采用文字说明 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 所谓烫样 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 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 现在 古宫依旧保留着 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 烫样用硬纸板 熟结和木头等 粘贴制作而成 模型制成之后 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 故名烫样 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 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 在夏季 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梁棚 在烫样的相关部位 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 经过一层层展示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 当时的烫样 主要是为给皇上预览而制作的 皇帝的意志 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 豪华气派 好称小子进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 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 他在退位后 他在退位后 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 直到公元1799年 他八十九岁时去世 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 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 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 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 还将波澜壮壮阔的延续下去 新代公理年科 为何对百姓获利开放帝王御道 因此来朝献礼 为何惹得乾隆皇帝龙延大怒 请收看下期播出的科教频道暑期特别节目 故宫第三集 礼仪天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位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位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